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像这四位先生是怎么称呼 我刚问了一下好像是叫鸟友对吗 但在大陆我们有一个称呼 不知道香港同胞能否理解 我们叫他们鸟人 鸟人有两层含义 当然我们是指尊敬的这部分含义 这个能够当上鸟人非常不容易 所以本人不是鸟人 正在朝着鸟人的步伐上前进 但我的搭档曲立明先生 几年前他也不是鸟人 但是由于他的刻苦努力 终于修炼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鸟人 而且给我们介绍了非常多的标准的鸟人 当然更重要更重要的是 通过曲立明先生的努力 我们这几年我们设从出版中国鸟类图鉴的三大卷 到今天我们出版的中国鸟类图鉴的便携版 已经走过了非常艰辛的道路 所以今天我和我的同仁们都非常高兴 中国鸟类图鉴的便携版 能够借香港舒适这个平台 这个巨大的平台 来和各位香港的鸟友们见面 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所以今天下午特意安排了这次的讲座 下面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 首先有请香港自身鸟友 香港官鸟会会员李锦昌医生做演讲 他的演讲题目是 飞红流痕 艳过流影 记录中国的鸟15年 大家欢迎 谢谢主持人 就是天地怕地不怕 我们最怕广东讲普通话 所以我还是说这个普通话 香港人还是广东话 可以了 因为自己的普通话实在不行 所以没办法 不好意思 如果是听不懂忍忍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过去十几年 其实回中国大陆 影尿的体验和情况 这两幅图 在你们的左手边那张 和右手边都是一样 是小骁来的 左手边那张 飞长 飞的形势又漂亮很多 其实今时今日的设备 大家都没有问题 拍到它 只要你去地方拍就拍到 右手边那张 对我来说 其实是比较深刻一点的 1999年 以前呢 其实大部分的摄影 我们都是讲膠卷的摄影 没有人用数码的 99年 你可以现在看到这张 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张 真的 这类的摄影 这类的摄影 我们后来有个名字 叫做Digital Scoping 当年 99年就出了 我拿出一个 我当时买港币 七千二元的相机 很贵 但是三百万像素 就是用它来接驳了单筒 望远镜拍到的照片 那时候我就不懂 人家好似 改个名字 Digital Scoping 所以人家没有名字 就叫做 唱歌的方法 当年就是1999年 开始有唱歌的方法 就是用接着单筒 自从那时候 这个数码摄影 就发达起来 这一年 这个就是我 用那个 900 就是第一架 三百万像素 再之前有个 一百万像素 叫做100 但是那个 基本上没有人用 因为那个像素 它绝对是不够的 这个我称到 青岛了海 又在2002年 这一年很重要 这个可以 我觉得是中国大陆的 官吊元年 这一年就是第一届 这个动庭 官吊大赛 在图上 你看到 比较 我们 很年轻的 Sorry 有没有 张浩辉博士 大家都看到 张浩辉博士 在这里 多年轻 这个是我们的 中国官 我们叫她大姐 大广东话 的中家女士 她是《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 大家还可能记得 是韩联圈教授 西南大学 以及一众的人 其实在那一年 我就把这个 所谓唱歌的方法 带了去大陆 从此之后 很多人都用这个方法 去做摄影 如果我们看回 之前的照片 其实我们有很多书 但是如果 那时候的年代 你看回那些照片 只可以是这样的 其实都不容易 因为它起碼要有标本 有标本才能拍到 它有一个背景 然后呢 它们常常摆树 但是这些树的物种 和这个尿 完全是不匹配的 每一只这样的 比方的树在树上 这个是不可能的 但是今时今日呢 你看看我们这样的环境 大家都在不同的公园 这些小小的湿地 都是一些军队 大家都拿着大拍 长的 有小的 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说 是好的 因为多了人摄影 多了人认识 多了知识的时候 就是好的 但是有时在网上流传 一些这样的照片 据说是某个摄影比赛的冠军 冠冠作品 从美的角度来说 是不错的 绿色的背景 退了底之后 还有非常 但是想一想 这个白头碑 怎么会在这些松树上的小鸟呢 这个漂亮的弯枝 怎么会成羊 蛇会在这里呢 或者这个 为什么这个巢 父母这么忍心摆在这里 没有遮掩的吗 会这样的吗 这些不会的 都是人工化 撕掉那些之前的党的树叶 把那些小孩摆上去 其实可以某程度 这些就是围照来的 拍完这些蛇之后 卫尼已经对着了之后 其实这些蛇是怎么样 我们根本不知道的 可能已经是没有了 其实这些片 我觉得比原本更邪恶 我刚才说的 那些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这些就不是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拍的不是 应该是这样摄影的 那这张呢 我自己觉得 在很多程度 都不是很漂亮的照片 这张是我在2005年 拍的一个火眉六眉的照片 但是这张呢 可能是中国 就是照片 活生生拍的时候 可能这张是最早 起码当时 我还没找到其他一张照片 但是呢 它不算漂亮 它都遮住了 但是其实它反映到它实际上 当时的那个环境 在不同的很密的树枝里面 它在里面 是这样的站立 其实将那个实际的环境 拍出来 我自己说 比较喜欢这种的照片 在过去15年呢 其实我都大概走远 中国很多地方了 差不多二十几个省 我都去过 除了少少东边沿岸 或者是少少东北的 中仲未去 因为 这里起码有人看 而且起码这里 如果先完的时候 来到香港 所以呢 也都没有那么多 或者是所谓的新东西 但是呢 其他地方呢 也都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这些是我去过的地方 有些地方 比如云南 我去过十几次 就是专程官僚而已 就是西藏啊 或者是青海 我去过七次 五次这样 在过去十几年呢 其实我都总共用照片 用照片记录了超过一千种 可以说 或者有人这么说 我目前来说 都是中国 就是了种最多的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可能很接近的了 中国其实呢 是很复杂的形势 很多香港的朋友呢 其实就不喜欢中国大陆拍照的 因为为什么呢 中国大陆呢 其实可以说 未得成熟 未得发达 在官僚事业方面 因为呢 很多时候的配套 旅游配套 车又难找 住的地方又不好 又没有了道 帮你找着 现在 虽然中国大陆开始 有几个专业的了道 也都是水平很高的 但是呢 相比来说 去东南啊 泰国啊 菲律宾啊 私人卡 很容易就找到很好的料道 很好的住宿 很享受 但是为什么还这么辛苦 走来中国大陆拍照呢 中国大陆 其实它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种挑战 就是因为它难 就是因为它难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 过去15年呢 可以帮我去到一些 我平时都没有想过去的地方 比如冬天就通不到的 就是一个独龙江 或者是二十多度的 这个火焰山 吐鲁帆地 一个青藏高原 走一千四百多公里的 一些景物都没有的 戈壁山沫 或者是 整年风雪的东北地方 都是因为官僚 所以去到这个地方 我想今天呢 就简单地带你们 用眼睛去旅行 去看的几个地方 一个呢 就是东面的海东 海峡 台湾以东的太平洋 一个是藏南 西藏最南端是怎样的呢 一个呢 我们去河西走廊 去看一看 还有我们最后去到 尿陵 以北的地方 我们看看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希望呢 就让你们看一下 大约一个 橫切面 中国的尿是怎样的呢 那我们其实 时间不同呢 去的地方都可能会不同的 春天呢 我选择去河西 夏天呢 我会去壮南 秋天呢 我就去海东 冬天呢 我最后回去尿北 那首先是 河西呢 河西走廊 春天的时候呢 都很多雪的 它的风景很复杂的 有树 有雪地呢 有些很密的林 有些比较上是一些 开发了的地 或者是一些高山的草颠 或者是一些很干绝的深谷 山脈 平原 或者是一些普通的草地 沙漠 甚至乎 和湖泊 这个是青海湖 和我们也有不同的文化 这个是千多年的长城 这个是万多年以前的 这个是石刻 和这个呢 就是很巧妙的燕子 是吸收佛的灵气 每天都 这个燕窩 除了钓之外 我们看到很多的生脈 好像有些沙色 麻色 一些蟹蟹 或者一些山羊 或者一些寒塔 主土 这个是水賴 那里有很多 中国特有的鸡 像这个渴马鸡 这个大石鸡 或者这个是巴尾瓶鸡 都是中国特有的种 猛禽也是很多的 有大狂 高山蚀咒 黑鹰 金鸟 还有在牵骰的 木耳准 也看到它在吃 像蟹蟹 那么大的昆蟲 也看到刚刚在牵骰的燕子 还有在那些山脈 特有的一些地丫 好像黑尾地丫 或者一些疑地丫 还有很有趣 很有趣的这些鸟 弓和鸟都不同 这就是弓 好彩的 这个也是鳳头雀鸥 这个就是花彩鸟 这个也是它的鸟 还有那里有很多种不同的 红尾渠 好像这只珠红尾渠 白猴红尾渠的弓 或者是鸟 有蓝牙红尾渠 红腹红尾渠 还有我最喜欢的照片 我去过青海五次 想找它都找不到 因为夏天这只 荷兰山红尾渠 就会在那里有 最终来说 我去到春天 去河西 我才看到荷兰山红尾渠 也可以很近距离 拍到它非常 很开心 还有这个是鸟的 鸟其实很多人不注意 但是鸟因为不注意 就是没有照片 所以网上很难找到 荷兰德红尾渠的照片 这张就是了 我们看完春天 夏天去藏南 看看 赤藏红 赤晚宇 我们打开藏南 即是山南 西藏山南的地方 你发觉 很凶凶 凶凶如也 为什么这么奇怪呢 其实这个是因为 1913年 英国和西藏 单方面 画了一条 叫做默克马虹线 在这条线 如果我们对比 中国地图 和外国地图 你发觉 我去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错那 一个是热镇 其实在中国地图 看不出什么连细 但是在外国地图 你发觉 原来他刚刚就是 马虹线的边线上 我们如果从北边去 经过拉撒 初初看高原的风光 你看看 很清的天 很靓的山 这个是 拥抱拉康 就是第一座的 西藏的皇宫 高原的不同的景物 来到这个山南的边境 沿着这里 迂回曲折的路 在下边 云霧遮住的地方 其实就是麦林 是树林 里面下面已经 这里是彩虹 你看这林多漂亮 这个我经常读错 那么 欢迎你再错到奶女来 整天都不知道坐在哪 这个地方就是错那 其实到错那的地方 这个是西藏的纸 也在这 sampai下 everybody 这一起摔墙 衣角 也有范蚪 还有虹子 这颗 这个状雪鸡 和这个状马鸡 其实都很容易能见到 如果 going over dah cozy 在好近的地方 挺右手 一些也不怕人 还有很多蛮擒 譬如大狂 以及有很多特色的玉科 譬如黑感草味 這個也是中國特有的,都是恢復醋味 還有這個特有種,特有的亞種,眼紋的醋味 還有這個已經是分了出來的 待會博士又會再說出分種的東西 這個以前就叫做世紋醋味 但是在這邊,中國近東面這邊 已經改了名字,叫做麗星醋味 英文是潑丹 這個也是西藏那邊有的黑頂奇眉 還有高山金翅雀,公和那 還有紅頭灰雀,也在那裏特有的 但是剛才說撞藍,撞藍只有一段不行 你看看下面那段是怎樣的 下面就沒辦法了,因為我們今天去不了 我們只可以由南邊入 南邊入怎樣呢? 要經過印度那邊入去 如果這三個雙魚的地方 其實全部都在默克馬紅線的南端 我已去的地方也是這裡 只可以透過印度的航空公司去到 這裡就是看看那邊的風景是怎樣的 這裡可以看到山聯起伏 樹木很茂盛 還有很濕潤,很多煙霧和泥漫 還有所謂一山藏四季,十里不同天 原本都是曬太陽的 轉個彎,到這裏就已經下雪了 同一個地方 如果有看關於1962年中印的大戰 對這裏印象很深,這就是所謂的西拉山口 就是這裏 裏面都是一個狀區 這裏就是裏面的小孩子的樣子 看看你覺得他們像不像印度人 或者像不像中國人 他們小時候就要做事 裏面的獸類很多 其實有赤驚,黃蝠柔 有不同的松鼠 有幾種的松鼠,巨松鼠 這個就是黃喉雕 還有就遇到金葉喉的堆 還有尼喉 雞也有很多種的 黑咸、紅原雞 或者是山蛇菇 很少我們在路上見到它 但在路上就碰到它 有很多種的剁木料 不同形式的剁木料都見到 這種剁木料很有趣的 它一個個樹一環一環地剁了它 然後藏了食物在這裏 對,很有趣 不同的剁木料 或者是魚剁木料 魚剁木料 嘴很大隻 我很喜歡種料的 因為它的色彩很燦爛 不同的就是金喉魚剁木 在南端我們見到多些罐類 或者是剃壺 這個也是一罐 還有很偶然的 讓我們看到這隻 這隻是杜鵑 杜鵑的科 它是偷東西 正是偷了蛋 吃了 還有中國已經很難 在不同的地方找到西料 只是哪裏幾個地方有 在藏南其實也有很多種西料 包括這個冠斑西料 這個花冠奏西料 這個花冠奏西料的那和公 還有這個雙角西料 就是我最喜歡的這個中頸西料 特地站在前面 仰仰仰仰仰頭 真的忍不住 真的要拍牠很多 還有洪福咬鵑 宮那 有很多鷹舞 晚上我們會看到有很多野鷹 還有不同的猛琴 包括林鵟 鷹鵝 肉帶海鵟 還有猛準 猛準 猛準在中國也不是很多地方找到的 還有猛準 還有很多細細隻的不同色彩的鵝類 木頭地鵝 樹鵝 灰頭鵝 還有這隻細紋燥味 也是剛才的麗星燥味 又找回牠 又見回牠在下面 就是說同一個地方都有這種鳥 還有剛才見過的眼紋燥味 在上面北面看到 藍耳也看到牠 還有這隻鬼鬼祟祟地跳出來的 唇色燥味 還有紅頭燥味 有燥味科 有些微科特別多的 條紋燥味 還有這隻 當我休息的時候坐在那裡 牠就這樣跳出來的 就在我面前 仰來仰去 其實就 不需要故意說 香港有些朋友喜歡 餵牠就讓牠出來跳 其實這樣會變得不自然 還有牠吃的藥也不適合 有時候真的 隨緣 看不到、拍不到 我覺得就算了 但有的時候 你特別是格外開心 比如這一隻也是這樣 也都見到很多的 蜆眉 或者不同的眉 這些都是眉科來的 斑蜆眉 有幾種 還有很漂亮的斑頭稀眉 有幾種的鑽眉 這些都是不同的鑽眉 都是小鑽 比較活躍的鑽 或者這叫奇眉 這些是長尾奇眉 或者是綠色奇眉 還有挺難得的見到的劍嘴眉 也都不容易拍得到 但最難得的 我想都是找到這隻長嘴尿眉 這個可能是 我相信中國都是唯一的照片 目前未必有人拍到過 還有這張 這張也是很難得的 修後尿眉 可能是中國唯一的照片 也有紅頭鑰雀 這個劉博士 告訴你 又分了又不同名 可能也是百福鑰雀 有鑰雀 金枕黑雀也有 在那裏去到盡頭 沿著路 你望迂迴曲折 再過去 其實再翻上去 這裏就是錯誤 今天我們就沒辦法過了 因為這裏已經是印度館 我們期到位 不知道有沒有一日 南北可以再相通 好了 看完秋天 我們去海灣看看 奇石半海南 台灣我們主要集中在東面 還有對中的那個 就是這個島嶼 蘭嶼是一個很小的島 它有一個小的機場 機場很小的飛機 只有19個人 我們都 因為19人只有太少 我們坐不到 我們只能坐船過去 他們還有很多 原住民的部落 達五族 他們也在坐這些船 來到裸雨 那些風景很美 太平洋的東岸 石很奇怪 舊石都奇怪 還有林都不錯 很密的林 它有一種蝴蝶 很特殊的 這個叫珠江鳳蝶 是它的特色蝶 還有它們有些特有種 這是另一種木色 海面有大量的飛魚 這些就是飛魚 它也有所謂飛魚的特產去賣 這些就是它當地的特有種 好像這隻的紅頂綠蝦 或者它的主角 這個就是蘭魚角蝶 找到也是想 特意去找它 很漂亮的蝶 或者這隻 都是蘭魚角蝶 大有腳環的 還有一些特有亞種的 瘦大鳥 或者是短腳碑 還有這隻 就是台灣只有 或者是一個島才有 因為這是菲律賓種 這個是丹巴綠獸眼簾 楊斑燕 台灣也很普遍 台灣有一些亞種 好像它是黑微朵木鳥 它的亞種就是黑碑 或者是台灣碑 這個就是烏頭翁 或者是烏頭碑 這隻就是灌麻煙 還有台灣特有的台灣藍鳥 就是台灣紫燒冬 在海邊也看到很多的海鳥 好像鳳頭燕鉤 或者是一些鑊 這個也看到亨鳥去暴雨的情況 好了 最後我們去到北邊 就是雪夜問蒼窮 為什麼要冬天才去北邊呢 拿一款離身呢 這麼冷才去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在北就是西伯利亞 冬天的時候 西伯利原有的東西 才覺得太冷了 它就南下才來到這裡 當夏天就走回西伯利亞 所以夏天永遠想看有些東西 但你看不到 那麼我們就去 這個是中蘇的邊境 叫滿洲里 這個中蘇門 過了這邊 就是俄羅斯來的 俄羅斯的火車 就沿著俄羅斯的門 到中國的閣門走過來 那麼這個是一套灣的廣場 它們有些比較特色的建築物 它們是雪地 有時候萬里無雲 或者萬里程空 這是我們的戰車 這些風景 都是雪地 你看到都是不同的地方 天色就是大興安嶺的馬匹 也都很幸運 很偶然的 這個幻日或者日雲的現象 有四五個太陽在一起 某些天然奇景 我們叫莊河的沿海 最後去到丹東 丹東這個就是 對面就是北韓 過了這條橋 那裏的一些生物 一個袍 一個赤壺 沖鼠 食物 它們的雞很特別 全部的雞都在樹上 平時我們去一些地方 找雞都在地上找的 但是它們在地上 好像這隻不同的瓶雞 這些雖然不是中國的特有種 但是中國只是這個地方才找到 因為它分布是一個比較分北的地方 再藍一點 中國的地方都找到這些雞 花美瓶雞 這隻呢 黑琴雞 或者是這些 這個杜牧烈都是 這個分布很廣的 其他地方都有 最開心的就找到這隻 這隻鬼囂 也不多見的 比較難找 因為它晚上行動 日後才睡覺 讓我們遇到這隻鬼囂 還有 不同的 烏林囂 看完烏林囂 還看完它打獵 你看它現在 在網上找到獵物 一下子就 這隻是老鼠 這隻是長尾的林囂 也看了長尾林囂 去打獵 找不到東西 雪囂 雪囂 這些是 這隻是一個 那 飛在那裡 那 就是 公 這個是雪 這個不是雪囂 差不多兩塊 你看一枝 幼到這樣 它都頂得起 這隻是猛蕉 還有這些是小蕉 就是我最初第一張照片的生物 另外這些就是猛琴 大狂 普通狂 或者是獵準 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細料 都會在那裡見到 有些是長尾雀 北豬雀 灰雀 還有比較小 或者正在那裡才有的 豬頂雀 公的那 或者不同的品種 豬頂雀都有 或者是比較 罕有些的 粉紅嶺的領雀 在海邊 也有些長尾鴨 鳥鴨 就是鳥鴨 就是秋生鴨 有些幾種不同的鴨 蒙古銀鴨 黑尾鴨 海鴨 維鴨 還有一些潛鳥 然後有一隻海老池 翻飛到我身邊 我狠狠拍到 然後沒多久就飛遠了 好了 繞了一個大圈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中國當然有很多不同的環境 很多不同的鳥 但是有時候就沒有 好像東南亞那樣 很容易找到人帶 那怎麼辦呢 首先要自己準備 我們才有個目標 我們不是走去 不知道自己想看什麼 你不可能去沙漠 找一些微科的東西 或者你去到海邊 你想找其他的林鳥 要環境不同 你要有個準備 要自己知道 想自己看什麼 還有 就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對 就算你去到一個地方 同一個地方 你要知道那個地方 在什麼地方有那種東西 那才有一些知識 所以每一之前 沒有一個準備是做不到的 那當然是有所謂技巧 但是技巧我覺得是 慢慢來的 不需要說很心急 其實所謂技巧就是 你知道的雜性 你雞 你要慢慢走 不要讓它知道你 或者有些事情 它本來不在乎你的 但是呢 你走近又不行 這個知道的雜性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時間 就不是說你有沒有時間去旅行 而是不同的鳥 在不同時間就不同出現 剛才剛才說過 冬天你才去北面去找那些雪梟 如果不然你根本就找不到 還有就是有不同的鳥 不同的季節的千璽是不同的 好像中國這個不同的 所謂千璽走廊 你要知道你才可以容易做到的 那如果你問我自己十幾年了 那是想什麼呢 那我覺得呢 就想發現 發現又不是說 真的我想發現新種 其實都剛好有 那這隻就是所謂白鶴碑 都是中國的新紀錄 當時我在2005年 在西藏那裡拍到的 當時中國都沒有這個紀錄 但是發現的詩就是 個人來說 是發現了大自然 以前就不知道的 每一樣東西都 原來世界是這樣 原來大自然是這樣 透過你的旅程 你都了解多很多的 還有增加知識 不單是增加自己的知識 對鳥類 其實有時候你紀錄了之後 增加整體的知識 因為你的紀錄 其他人都可以有參考的作用 還有去紀錄的改變 中國很大 和變得很快 十幾年來 我說2002年的中國官要元年到現在 其實十幾年 已經不同了 很多東西都不同了 無論是設備 器材 是已經不同 但是環境有很多東西改變 更加肯大的 城市的發展 可能是沿岸 那些很多的濕地填了 或者什麼 有些不知道的東西 你沒有紀錄 沒有人知道當時是怎樣的時候 紀錄不到 就沒有辦法 最後其實我們都很想去保護 所以拿到知識 我們都想保護環境 想做這麼多的紀錄 所以知道了這麼多的東西 其實想最終保護環境 留給其他人 去繼續欣賞 所以我覺得 攝影 或者鳥的攝影 最初吸引我們 當然是尾 整張是很漂亮的 你看起來也好 但是 我們不能走歪路 我們一定 所謂善 要善待自然 善待環境 要對環境有個心 去保護它 然後真的要真實 去反映 我覺得這樣才能做到 我們需要攝影 我也希望大家 拿著你的相機 等於一個武器 我們走到大自然 去看著它 去保護它 去記錄它 也都好像我這樣 透過鏡頭 看到大自然的奧米爾頓神奇 多謝大家 非常感謝李醫生 李醫生講得很好 李醫生講得非常好 李醫生講得好得不得了 因為我只能說好 因為我一句都沒聽懂 所以我深刻感到 學好一句方言 是多麼的重要 這個 當然雖然沒有聽懂 李老師 李醫生講的粵語 這個 但是通過圖片 我們了解到 李醫生走過了世界 非常多的地方 也走過了中國大陸的 非常多的地方 觀鳥拍鳥 特別是最後他的總結 非常之好 在這裡我們再也熱烈的掌聲 感謝他 還有不好意思 我現在要馬上吵了 有問題問嗎 大家有問題想問李老師嗎 有問題抓緊時間 因為李醫生 對不起 我有另外一個事情要先做 我自己沒有的 我的相片 我現在擺在中國夜陶庫 因為我打算是 很多人參考相片 都想看樣子是怎樣的 就會去那裡找的了 我現在只擺了一些相片 在中國夜陶庫裡面 陶庫 陶庫 我的網名叫KC Lee KC Lee K ABC EFG K C就是ABC C DLEE 就是我來的 或者你如果有細心 你數下哪個 你的相片 不是相片 品種最多一個也是我來的 好 謝謝李醫生 好 下面呢我們進行第二位演講者的演講 下面有請我們劉洋博士做演講 他的演講題目是 天高 熱鳥飛 中國官鳥與公民科學 大家歡迎 大家好 我雖然在廣州工作 但是我其實聽不懂粵語的 所以我就用普通話來講吧 慢慢講 我是一個官鳥愛好者 但是其實我本職的工作就是研究鳥類的 所以我從小就喜歡鳥 然後後來到了大學以後 選擇生命科學作為我的專業 然後避了業以後又出國 然後念的鳥類學的博士 所以現在我在廣州的中山大學 也是開展的鳥類學的研究 那麼今天我的講座可能沒有像李先生那樣 有很多很多的美麗的圖片 還有這種很有趣的旅行的經歷跟大家分享 但是呢我是從 可能從一個這個鳥類學 或者做科學的研究的研究者的這樣的一個角度 來談一些跟官鳥有關 或者跟生態文明有關的一些話題 那麼今天我的內容呢 關於就是有一些回顧 有一些關於中國鳥的一些介紹 還有關於中國官鳥的一些歷史 剛才李先生也有一些追溯吧 那麼最後呢我們講一下就是關於公民科學 就是我們從過觀鳥的這個 從觀察鳥類當中呢能夠獲得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這個在李先生的講座中也有一些介紹 那麼我可以進行一些補充 那麼剛才說到了這個中國官鳥 我們說中國的鳥類為什麼這個這麼吸引人 那麼我們說中國呢應該是世界上這個鳥類資源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了 就是我們看我們的這個這個整個的這個 國土的這個形狀就是一個鳥是吧 就是一個公雞 那所以呢我們說我們過去 我們過去的時候呢都說這個 大家都聽說過在陝西省有一個地名叫做寶雞 對吧 寶雞的話其實它的原型呢就是這個叫做紅腹錦雞的這樣的一個鳥 所以我們在很多的這種文學作品中呢看過就是說有這種鳳凰 那麼我現在理解呢可能鳳凰呢也許就是以這個紅腹錦雞作為一個原型 你看這個鳥它非常的漂亮是吧 頭頂的這個顏色是這種金黃的 然後身上是這種大紅色 它很符合中國人的這種審美的觀點是吧 紅還有黃非常的這個氣語宣揚的感覺 那雖然我們中國沒有國鳥 但是呢在這個在2001年在北京舉行的一個大學生運動會 它開幕式的時候呢每個國家都要舉著一個國家的這個國鳥 那麼中國那時候沒有國鳥呢就暫時以這個紅腹錦雞作為一個標誌 然後來進行入場 所以說如果我們以後要選國鳥的話 這個大家可以考慮投這個紅腹錦雞一票 至少我是非常喜歡的這樣一個鳥 那麼關於剛才提到了說中國的這個鳥為什麼這麼多是吧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地圖 所以李先生呢把這個一年的旅程呢 可以涉及到是吧從中國的東南一直到這個西南到東北是吧 然後到中國的沿海 甚至他沒有提到中國的這個西北地區 好像是像新疆啊像甘肃啊 它很多的這種生徑 比如說有高山然後有沙漠有湖泊還有這個沿海的島嶼 那麼這樣的這麼多的生徑呢造就了我們中國的這個鳥類的這樣的多樣性 那麼大家知道中國的國土面積應該是在世界排第三位是吧 我們僅次於加拿大和這個 僅次於是俄羅斯和加拿大排的第三位 那麼這中國的這個鳥類的數量在世界上應該排第幾呢 有朋友知道嗎 如果是我們看剛看完世界盃啊 世界盃的這些南美的他們都排在我們的前面是吧 世界上鳥類最多的國家應該是哥倫比亞 那麼下面呢巴西秘魯 然後我們亞洲最多的是印度尼西亞 然後接下來是俄瓜多爾很小的國家 那麼中國呢應該是排在第六位的 但是如果相比那些國土面積非常大的 跟我們的國土面積一樣大的一些國家 比如說俄羅斯是吧 美國加拿大 那他們的鳥類數量都遠遠沒有中國更多 那麼中國的這個國土面積跟歐洲一樣大 那我們看看歐洲有多少種鳥 八百多種 那也就是中國的三分之二 所以我們說中國的這個地大物博呢 那麼在鳥類當中呢可以體現出來 就是說我們有很多很多的這樣的生鏡 然後造就了我們這些鳥類的這個多樣性 也就是一千四百三十五種 我們說現在的這樣的一個統計的數字 當然這個數字呢 隨著我們對於一些新的發現 包括一些科學的研究呢 可能還會進行改變 那說起中國的鳥呢 就是說這個中國的鳥有些 到底有一些哪些鳥呢非常有特色呢 那剛才我們提到了這個紅腹錦雞 大家都知道這個雞啊 或者叫做智類 這個智類的話 中國是一個比較豐富的這樣的一個國家 那麼左上角這個智類 大家可能不是特別熟悉啊 這個叫做白冠長尾智 大家看過京劇吧 或者是我不知道京劇裡邊這個 有一個蛋角 木桂英是吧 木桂英掛帥的時候 木桂英他一出場 他要做一個一個動作 把他在這個頭上的頭關上的 有兩條這個尾 叫做羽毛一樣的東西 去梳理一下 那麼這個 他用的這個羽毛呢 就是用這個白冠長尾智 它的這樣的一個中央的尾語來做的 所以說我們中國的這個智類呢 世界上是非常有名的 大概是有六十多種 那麼很多種都是一些特有的 就特有種 就只是分布在中國 那麼除此之外呢 還有這個梅類 那剛才看到昌哥的這個講座裡邊 你們看到很多很多的照片 都是各種各樣的畫梅是吧 有造梅 雀梅 還有什麼鳳梅 那麼這個各種各樣的梅類呢 那麼這個梅類的話 中國呢應該是 世界上有兩百多種 那可能有三分之二的種類呢 都能在中國來找到 所以被認為是中國是一個 這個梅類分布的一個中心 那麼另外呢 說我們說中國的這個 長江中下有 有很多很多的大型的這個濕地 那麼冬天的話 也是吸引了很多這個成千上萬的 這個鴨艷類 然後來這邊越冬 那所以有一個很有中國特色 非常著名的這個 鴛鴨這個大家都已經 都已經應該都知道 然後另外一個鶴類 世界上的這個十五種的鶴類 那麼中國呢就有九種 那麼其中這種呢 叫做黑淨鶴 這個也是分布海拔最高的一種鶴類 在我們的這個青藏高原上 能夠找到 那麼說我們說我們怎麼來認識這個鴨 對吧 我們說是這個對中國鴨類的認識呢 其實這個歷史非常久 大家都知道這個 《詩經》裡邊說的這個 什麼光光鞠鳩在河之舟 是吧 對於鴨類的這樣的一個 自然的現象的一個描述 但是對於這個鴨類的 它的這個形象的一個 叫做綜合的這樣的一個繪製吧 應該是在明朝的時候 有這樣的一套書叫做 《三材圖繪》 那麼它呢其中有一冊裡面呢 就是關於這個鴨類的琴類篇 是吧 它會把這個一些鴨類的這樣的 它的圖片 這個是灰伯牢 這邊呢可能是一個 一個畫眉類 他們把不同的這個鴨類的這個圖像呢 就畫在這裡 是吧 然後我們說說我們今天這樣 是一個新書的發布會呢 我也介紹一些這個鴨類圖鑑呢 它的這樣的一個歷史 那麼這個可以說是中國第一本的圖鑑 我們如果是理解的話 那麼其實呢 說對於中國這個鳥類的研究的工作呢 最早呢還是這個 英國人開始了 因為英國人在鴉片戰爭之後呢 開始到中國的內地呢 進行採集活動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這個 叫做斯文豪或者叫做斯文猴的這個 英國的一個領事 他的當年曾經在福建的廈門 然後包括在台灣呢 都做過這樣的一個一個領事 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很熱衷的 這種自然的這樣的一個愛好者 所以他會到不同的地方 台灣啊 還有我們說這個廈門啊 好多地方去採集鳥類的標本 那麼他採集的標本呢 很多的時候 他的一些日記啊 一些筆記啊 都應該是關於這個中國鳥類的 最科學的這樣的第一筆的紀錄 那麼隨後呢 我們說這個 中國人自己的鳥類的學的研究 那是應該是在 20世紀的30年代開始的 那麼其中呢 這個叫做金鵝雀梅 是分布在廣西大瑤山的 這樣的一個物種 這個物種呢 是由中國人自己 也是第一個命名的這樣的一個物種 它呢 是由這個 有廣州中山大學的 這樣我們的一個鳥類學前輩 任國榮教授 他來命名的 那麼這個任國榮教授 很有意思呢 他在建國以後呢 49年以後呢 到了香港中文大學 他也是香港中文大學的 這個生物系的 這樣的一個奠基人之一 那我們看到這個 關於中國的鳥啊 中國的這個老百姓 對於鳥類的認識呢 在很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 都認為它是一種獵物 是吧 是一種食物 我們廣東人可能 會吃很多的 不同的這個鳥類 那麼其中很有著名的這樣的 就是一家人 一個家族 也是我們的福建的老鄉 是吧 他就叫做標本的唐家 就是剛才我講到的斯文猴 他在福建採集標本的時候 認識的這樣的一家獵戶 那麼這個獵戶呢 就幫助斯文猴呢 到這個福建的各個地方 去採集標本 那麼這樣的一個記憶呢 它已經傳承了好幾代 那麼這個標本唐家的這個故事呢 一直他們的後 這個後代呢 一直到現在為止呢 都從事著跟鳥類學相關的研究工作 那麼那個時候呢 中國人呢對於鳥類的認識呢 可能還只是一種 比如說一種獵物 或者是一種這個玩偶 那麼這是三十年代的時候 一個鳥類學家在北京 北京的一個市場上 拍到的一個照片 那麼那個時候呢 你看那種清朝的 或者遺老遺少是吧 都喜歡拿著一個鳥籠子 然後來養一些這個觀賞鳥 那麼到了建國以後呢 那麼大家可能認為這個鳥類是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有害的東西 是吧 特別是一些麻雀啊 還有一些石骨類的鳥呢 那麼他們都會吃糧食 那你看這個是一個 50年代的一個宣傳話 就是號召少先隊員們都要一起啊 要把這個麻雀都要消滅乾淨 這樣的麻雀就不會吃我們的糧食了 所以我們長期以來 對於這個鳥類呢 往往都是從經濟 或者從這種價值來考慮的 那當然了這個 在之後呢 我們的這個鳥類學家 就是奠基人之一 也是福建的一個著名的科學家 那麼叫鄭左新院士 那麼他呢 給毛澤東主席寫信 就說這個麻雀 它實際上並不是十分有害的 這是一個有益的這樣的一個鳥類 所以呢 他的這個工作呢 包括對於後來 對於我們後面的一些鳥類學者 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麼它是系統性的總結了 這個中國鳥類的一些分布 那麼我們看一下這個 剛才說了一下這樣的 很簡短的回顧一下 中國鳥類的一些歷史 那麼其實我們說 中國的這個鳥類的 近代的鳥類觀察呢 這個官鳥這個活動啊 它往往還是從英國開始的 那麼這個活動 大家都聽說過 就是這個一個鳥類 好像在樹林當中呢 它可能能勝過這個鳥類 這個好幾隻鳥類在籠子當中 是吧 我們說這是一種保育的觀點 那麼英國人呢 最先開始呢 把它作為一種休閒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這個大家也很熟悉 在以前的有 前幾年有一個電影 就是我們去 來追求鳥種樹 然後大家來進行這個 這個觀察一種比賽 我們說我們很多的這種 官鳥呢 它不僅僅是一種休閒的活動 有很多的這種 特別有名的一些科學家 包括一些 特別是我們說像我們的一些 這個生態學家 生物學家呢 它最初的 這樣的這個這個 理想的 理想的造就吧 都是從這個觀察 自然觀察鳥類開始的 那麼這是一個 非常著名的啊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 整個這個學界非常 公認的這樣的一個 鳥類學家 它叫David Luck 那麼它呢 年輕的時候呢 就是觀察它自己家後院的鳥 然後寫出這樣的一個著作 就是叫做The Life of the Robin 就是這個 這樣的一個很普通的 一個鳥的一生 那麼這個可以看出 我們從鳥類的觀察活動中呢 它的鳥類的行為 鳥類的形態呢 都能給我們一些 就是說對自然的啟示 或者對科學的 這樣的一些認識 那麼關於中國的這個 觀鳥活動其實起步非常的晚 可能要 就中國大陸啊 比香港要晚 可能好幾十年 那麼這個 剛才李錦昌先生說 2002年是元年 但其實不是 應該是1996年的時候 那麼那個時候呢 在北京的一些這個 一些這個 一些生物老師 是吧 學生物的 或者一些鳥類研究學者 他們開始組織自己的學生呢 到野外進行觀察鳥類的活動 那麼在那個時候呢 我們也用的圖鑑叫做 也叫中國鳥類圖鑑啊 比起今天的這個圖鑑來說 要 要 要簡陋很多 然後我記得我 我關鳥的時候呢 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那麼這個圖鑑的話 我知道 上大學之前 是吧 大概是99年的時候呢 才能買得起 那個這個圖鑑差不多 也是100塊錢 現在這個圖鑑差不多 實際上是一個 一筆巨款了 那個時候 但是那個時候呢 有一些 個別的這個 些鳥友 他們去香港旅遊的時候呢 帶回來一本圖鑑 就是這本 香港及華南鳥類 那個時候我們看 哎呀 那個好的圖鑑原來是這樣啊 是吧 所以大家可能就把這一本圖鑑呢 用這個照相機啊 或者用這個 複印機啊 掃描下來 然後把這個作為一個 也是一個觀察的 當然我們 在北京的時候 也有自己的這樣的 一些鳥類圖鑑 就那個時候的 觀察的條件是比較的 比較 相對來說是比較差的 那麼到了2000年之後 那我想提到的 這樣的一本書 就是說 對於中國觀鳥的這個促進活動 是非常大的 那麼這個呢 就是在2000年的時候 它的英文版呢 是由這個牛津大學出版 那麼中文版呢 是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叫做中國鳥類野外手冊 可能在今天呢 還被所有的中國觀鳥者 認為是叫做聖經一樣的 這樣的一本圖書 那麼在那個時候呢 大概在2002年的時候呢 這個中國的這個觀鳥活動 群眾觀鳥活動 就慢慢的開始興起了 那麼那個時候呢 主要是在一些 比較 這個人口比較多 比較發達的一些城市 比如說在北京 在上海 然後在深圳 還有包括在福建 廈門這些地方呢 有一些這個群眾性的觀鳥組織 慢慢的 從2002年之後開始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香港觀鳥會的幫助下呢 這些組織呢 有共同的這樣的網絡的交流的平台 那麼2002年呢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標準性的事件呢 就是這個洞庭湖觀鳥比賽 那麼這個呢 是把這個全全國的 包括這個香港還有台灣的一些觀鳥者 在一起大家可以交流 是吧 我們看看這個觀鳥在香港 是一個什麼樣的發展 那在台灣又是一個什麼樣的發展 那麼對於我們這個中國觀鳥的 這樣的一個發展的道路呢 有很多很多的啟示 那麼這個在這個2002年之後呢 大家就開始對觀鳥活動有新的認識了 那麼觀鳥活動呢 我們可以是吧 像我們這些朋友 很多都是我的朋友 那麼他們可能去追求鳥種樹 就像昌哥一樣 就是把這個地圖 把中國地圖研究的非常的細 去那些可能是很多人 都去不了的一些角落呢 去追求這些稀有的鳥種樹 那麼這樣一群人 那麼也有可能呢 是很多的這個觀鳥者拿起相機 隨著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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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碼的這種發展呢 然後盡可能去自然界中拍攝 這個更多的鳥 對吧 更多鳥不為人注意的一些細節 那麼這個呢 也是很多觀鳥者 所追求的這個目標 那當然了 就是說在我們的下一個這個演講當中呢 黃凱驰同學會講 有很多的這個鳥友呢 熱衷於把這個觀鳥的這種體驗 或者這種愛好呢 能夠介紹給更多的 年輕人 更多的這個學生 讓他們能夠通過這個呢 能夠有一種這個自然的 這樣的一個教育 那麼我覺得這個到了 從2002年一直到去年啊 這個觀鳥又發展了大概 十多年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過程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不斷積累了 對中國鳥類的一些認識 然後呢不斷積累了 像唱歌這樣 還有還有像很多的這個 我們這個圖鑑的作者的這樣的 一些對中國鳥類非常有了解 或者拍攝了很多中國鳥類 照片的這樣的高手 所以呢在去年的時候呢 就出版了這本 中國鳥類圖鑑的這個大的本啊 我們俗稱叫做切膏 就是因為很厚很重 然後這個這樣的一個版本 我說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發展 到了今天呢 我們從最基本的一個原始圖鑑 到慢慢已經可以 有一些拿得出手的這樣的 一些作品 當然我理解呢 這個觀鳥的活動呢 不光是能夠體驗這個 自然界的一些美是吧 還有包括一些這個 沒有人 就是說一般人體驗不到的 一些自然界的現象 但是更多的時候呢 我們是記錄了一段 中國的自然歷史 我們所說的這個 Nature History 因為我們說我們看鳥的話 我們的這個鳥有呢 來自天南地北 你看我們有很多的這個國家 如果很多的這個省份 所以我們把他們的這個紀錄呢 放在中國地圖上呢 那麼這就是能夠 建立成 建立一個完整的這樣的一個 觀察的網絡 那麼這個可以看鳥類的變化 那麼積累了很多的時間 可以看到這個鳥類的變化呢 它是勢必就是 由於環境的變化 或者氣候的變化所引起的 那麼這個呢 就對於我們身邊的一些環境 使得我們有所這個 察覺和了解 那麼特別是在2002 2005年的時候 我們也是把每年的這樣的 一些觀鳥的記錄呢 匯集成冊 叫做這個中國觀鳥年報的 這樣的一個出版物 那麼這樣的話 我們通過每年的這樣的 一個積累呢 就可以知道 就是說哪些鳥呢 它變多了 是吧 哪些鳥呢又變少了 那麼它的變多變少的 這些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那就可以給我們進行科學研究 或者進行這個鳥類的 這個調查的一些人 一些啟示 那麼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這個 這個鳥叫做前嘴冠 那麼這個鳥在這個東南亞地區 是比較常見的 它泰國呀緬甸呢 那麼這個鳥 在2005年的時候呢 是北京的一個小學 一個一個 那個時候它還是初中生吧 一個初中的一個 觀鳥的小朋友啊 一個女生 她去雲南大理的時候 看到了這個鳥 然後這個鳥 當時是中國的新記錄 以前沒有在中國記錄到 那麼從2005年呢 到2000 到去年吧 然後每年呢 都有不斷地有這個 觀鳥的愛好者 來掌握它的記錄 那麼這樣的話 我們一步一步地發現 這個鳥它從 整個從雲南開始 一直向廣西 向貴州 然後向廣東來進行擴散 那麼我們這個鳥 從一個非常罕見的一個鳥種 慢慢地變成了一個 很常見的這個鳥種 這樣的話我們就想 到底自然界 發生了一種什麼樣的變化 才使這樣的一個鳥呢 原來沒有在中國分布 一步步地變成了這個 中國的這個西南部的 一個常見的鳥 沒准在兩年以後 這個鳥可能就會在 在這個香港的米埔 或者在香港的後海灣出現 是吧 我們大家就把這個資料 寄了一起來 慢慢就知道它是一個 為什麼 這樣的一個原因 當然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這個官鳥者還很多 參與到了很多的 這個鳥類的保護的工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叫做 中華鳳頭燕鵝 那麼這個全世界 只剩下的50隻 主要是在這個 台灣和福建 那麼它的這個 福建的這樣的一個繁殖地呢 主要是由我們 福建的這個鳥會 來進行發現的 那麼這個呢 是叫做少嘴域 這個鳥呢 世界上也只剩下 400多隻左右 那麼這個鳥的話 它的這個在遷徙的過程中呢 經過我們國家的 從江蘇一直到 廣東的這個沿海 那麼我們的官鳥者呢 也形成了很多的 監測的力量 那麼其中呢 這隻鳥呢 在今年的時候 它是在俄羅斯出生的時候呢 就給套了一個環制 那麼它今年的話 在浙江的這個 在江蘇的這個 沿海呢 被發現 那麼我們就能掌握 它的遷徙的一些動態 那麼最後呢 大家可能這個都知道 就是黑臉皮鹿 是吧 我們香港朋友們都很熟悉 那麼這個鳥的話 每年冬天的這個全球的 普查工作呢 也是很多 很大部分都是由這個 業餘的這個 官鳥愛好者來完成的 所以我們說這個 如果我們把這個 官鳥活動呢 除了你欣賞自然 除了跟朋友之間的 一種休閒的活動 如果我們把它 再上升一層次 就是從我的這個理解來看呢 我們每個官鳥者 他們所攜帶的這個紀錄 你是一張照片也好 是吧 還是你的提交了 一個鳥類的紀錄 那麼它都是有一些信息的 比如說它的地點 它的發現的時間 還有這個鳥類的數量 還有每張照片呢 它所體現的這個鳥類的行為 那麼這些信息呢 其實都是對於我們科學研究 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特別是大家 這個在歐美等國呢 最近幾年非常提倡的 這樣的一個活動 叫做公民科學 那麼我們在這種 休閒或者娛樂的過程中呢 也能通過跟朋友之間的交流呢 實際上是一種 終身學習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麼除此之外呢 提交的這些紀錄呢 可能還為這個鳥類進行監測呀 能夠提供很多的資料 那麼其中這樣的一個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一個在歐洲呢 所進行的這個 一個公民科學的 非常成功的一個案例 那麼他們呢 就來調查這個蜗牛殼 大家看到蜗牛殼 它是有這個 左旋 開口是左旋 順時針旋轉的 它也有逆時針旋轉的 然後他們就看看這個 順時針旋轉和逆時針旋轉的 它的這個比例 是吧 大家就每個人都 自己家的這個附近呢 去找這個蜗牛 某一種蜗牛 然後通過這個 十幾年的觀察 發現這個 左旋和右旋的這個比例呢 隨著氣候變化呢 實在不斷地發生變化的 其中某一個旋轉的這個方向呢 可能因為捕食的壓力 或者因為它這個 颜色的這個變化呢 變得越來越少 那另外一種呢 就會 因為他們互相之間也有競爭嘛 會越來越多 那麼這個的話 就給我們能夠提供一個 氣候變化很好的 這樣的一個例證 那麼關於中國的這個 中國大陸啊 中國大陸的這樣的一個 公民的這個科學的 這樣的一個活動呢 其實還屬於很起步的階段 在這個去年的一份這個 生物多樣性的一個報告當中呢 曾經提到了 就是說 中國公民科學的這個發展 其實在官鳥和這個植物的這個辨別啊 就是這個這兩個愛好者 其實是非常的發達的 但是在其他領域呢 確實很薄弱的 而且呢我們 從這個公民科學當中呢 獲得了很多很多的數據 那麼這些數據呢 還沒有被這個科學家所利用 那麼因此呢 我們很多人呢 就說科學的這個工作者呢 能夠想辦法能夠幫助大家 跟官鳥者一起呢 能夠把大家的這些資料呢 能夠有這樣的平台 那麼我想這個 在未來呢 我們能夠通過大家的這種觀察 官鳥當然是一個手段 能夠更多的 幫助我們來了解自然 那麼這樣有幾個實例呢 那麼時間關係呢 我就不用太多的介紹了 那麼其中這個就是 中國沿海的這個水鳥調查 每個月一次 然後這個是我們 從05年開始就堅持的一項活動 那麼在北京的時候呢 北京的這個官鳥的這個協會呢 他們組織這個鳥類的 環制的這樣的培訓 就是給鳥類套一個環 那麼特別是呢 對於這種叫做北京羽艷的 這樣的一個鳥類 那麼以前呢 是被定為北京市的試鳥 它的這個數量呢 也是隨著這個北京的古建築 減少呢 而變得減少 那麼所以它的這個 北京的鳥友呢 就是每年啊 對它進行這個監測 並且給它上環 能夠掌握它們的遷徙的這個規律 那麼這些呢 都是說我們可以通過這些呢 然後不斷地積累一些素材 當然了我們說這個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的努力 大家看看這個發展 從最開始的觀察 單純的觀察鳥類 到於最後進行一些觀鳥者呢 開始了一些研究的工作 但是中國的這個環境的變化的 這個這種惡化的程度呢 是非常的快的 那麼其中呢 我們很多程度上呢 都是來追求這個 還是像以前一樣 追求的這個鳥類的 它所能携带的這個蛋白質 是吧 你看這個黃雄屋 大家都聽說過廣東 廣東的話 以前就是吃這個荷花雀 在三水啊 佛山這一帶 那麼這個廣東人生生地 把這個黃雄屋 從一個鋪天蓋地的 非常常見的一個鳥類 吃成了一個世界冰危的物種 只有可能在這個 這樣遷徙路線上 只有幾百隻的這樣的一個 那麼我們還有 就是說對於這種燃料的需求 中國的這種發展 那麼這個很多的 棲息地的這樣的一個破碎化 還有這個棲息地的這樣的 對於土地利用的這樣的 一些需求 那麼這個都呢 造成了我們不光是鳥類 還有很多很多的野生動物 那它的數量是在 最近幾年 是在急劇的這個減少 那所以呢 我就想就是說 我們官鳥呢 是實際上我們可以 不用把它想得那麼沉重 是吧 它是一個很好的愛好 但是在這個大群體裡邊呢 可能有一些人 把它作為愛好 也作為呢 這個一些研究 或者一個研究的手段 或者有些人呢 可能認為這個官鳥呢 是我們透過這個官鳥 能夠了解這個自然 並且能夠關注一些環境問題 或者社會問題的這樣的一個窗口 那麼這個其實是 也就是我們說 公民科學呢 所要我們追求的幾個方面 那麼就是教育 科研 然後傳播 那麼實踐 那麼實踐呢 也就是去保護這個環境 那麼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麼這個是今年的時候 四月份 在這個儒冬 江蘇的儒冬 這個掃嘴域的 它的一個棲息地 他們用這些 這些 這個海邊撿的一些死掉的小貝殼 組成了一個掃嘴域的這樣的圖 全是小學生們自己做的 那麼這個也創造了 這個吉尼斯的這個紀錄 那麼通過這個呢 他們來喚醒這個當地的政府呢 對這個掃嘴域 它的這個棲息地的一個保護 那麼講了這麼多 其實我想我們今天的 再回到這本書來 那麼我很感謝這個 包括曲社 還有這個崔社長 他們的這個今天的這樣的 一些努力和勇氣 我們從中國官鳥的發展 從96年開始起步 然後從2002年開始呢 到了一個高速的發展期 那麼最終呢 到了2014年 我們能夠把這些官鳥者 這麼多年的體驗 還有他們的一些這個結果 成果 能夠匯集出這樣的一本 這個中國鳥類圖鑑 還有它的便寫版 我覺得這個是 又是一個很好的發展的契機 能夠讓更多更多的這個 特別是我覺得是年輕人吧 還有這個更多的這個學生 這些他們能夠認識到 這個中國的這個鳥類的資源 然後並且能夠認識到 中國鳥類呢 所面臨的一些 潛在的威脅 那麼當然了 就是說我們說 認為他們呢 因為是我們的這個未來 才能更好的保護 我們這些的這個鳥類 那麼我的這個講座就完了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有提問了嗎 有提問 那位 你問什麼叫做鳥類 蛙 蛙 蛙類環制就是像 給鳥類上一個身份證項 把鳥的腳上放一個金屬環 然後那個金屬環上 有它的一個編號和一個國家 如果鳥類 遷徙的鳥類 如果這個鳥飛到 從北京抓放到這個鳥環 它如果飛到了香港 比如說被香港的這個環制者抓到以後 它就可以看到他們的信息 就會知道這個鳥類是從哪個地方來的 這是這些鳥類遷徙研究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法 簡便的方法 叫做環制 用一個鎳吧 鎳的金屬 金屬 銅 銅 對 它寫的是英文 它有國家的代碼 對 對 對 香港 香港館鳥會也有這種專業的人士 每個星期進行這個鳥類的環制工作 課上去的 課上去的 對 不用 它是事先課好了 每一個都發給你 比如說 像帶身份證一樣 抓一個鳥給它 派一個牌 然後它的那個信息 比如說年齡 它的性別 是男還是女 都會有一個登記 有一個數據庫的 你可以去查到的 英文的 英文的 沒有 英文的 就是一個編號 因為很小嘛 所以不能寫太多的信息 對 是專門的 對 對 專門的人來 對 對 大陸是中國 是林業部下面的 這個中國鳥類環制中心 沒有 它是國家統一的 對 然後 但是它那個編號是唯一 就像你的身份證一樣 你的身份證的號碼 你通過電腦一查 就知道這個地方 這個鳥是從哪個地方來的 就在錄入電腦的信息 對 對 要放掉它的 放掉 對 剛開始 不過那個環是很鬆的 它不會說對它有危害 對 就像你不會傷害它 對 或是 寫家裡關心 這個 生活作業性 是否對我們非常重要的 比如說 物種的相似 有些是自然的原因 對 多一種 小一種 對我們有什麼關係 它這個問題好像很大了 我看看能不能盡短的解釋 就是說 因為我們跟他們一起生活在這個環境當中 或者這個地球當中 所以他們有一些的變化呢 可能就會對應著說 環境當中 比如說我們的空氣啊 有些水啊 或者有些土地啊 它們的一些 就是這些因素的一些變化 那麼這些變化可能是比較微小的 你現在還查不出來 但是 沒準它的 它的這個 你不去 你不去察覺 不去解決這些問題 也許會對我們 人類的這個 一些 生存啊 或者一些 這樣的生活 會有一些影響 所以我們說 鳥類是很好的這樣監測環境的 一類的這個物種 我們可以私下在下面再探討這個問題 其實一個很大的話題 可能 可能可以講三十分鐘 對吧 但是 下面我們把時間其實可以 留給下面的兩個 好 好 謝謝大家 這個 剛才聽了 劉洋博士的講座 確實感到 什麼叫專業 確實實是 劉洋博士非常專業 也讓我們 完全從一個 不知道 鳥的人 得到了一次很好的普及的教育 再次感謝劉洋博士 謝謝 下面我們有請 我們香港中文大學的交流學生 黃 凱齒同學 給大家做演講 他的題目是 《非語意境》 大家好 我在這四位嘉賓之中 算是最小輩的 然後我的官鳥的時間 也只有兩年 然後去的地方也很少 但是我就 就我自己在大學裡面 做的一些非常小的事情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然後 我看大家 就這個中國的鳥類 能夠做些什麼樣的宣傳活動 不好意思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官鳥的經歷 這是我 我第一次到香港的時候 不是 第一次到那個米埔師地 這是我看到 非常壯觀的一個場面 是去年二月的時候 然後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 這麼多這麼壯觀的鳥群 這是繁嘴域 在內陸的魚塘 他們漲潮的時候進來休息 然後我就那個時候 非常的震撼 因為 在中國的內地 是很少見到這樣 除非是洞庭湖 或者是如東那種 非常保護的非常好的師地 不然現在也很難見到 這麼壯觀的自然的景觀 然後 這個是我第一次見到 這麼瓶威的鳥類 黑臉疲露 全球也就 現在數量雖然上升 但是也不會超過幾千隻的 然後 而且距離非常近 長得很可愛 它的嘴巴很可愛 那個時候 我還沒開始觀鳥 但是這是我觀鳥的 嗯 開始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借助了我們 非常優越的校園 在廣州的中山大學 南校區 用我課餘的時間 在學校裡面走 我們學校 整個校園 有160多種鳥 記錄的 然後這些非常鮮艷的 什麼太陽鳥 翁類 代勝 都能夠非常輕易地 在遷徙季節見到 然後我在學校裡 就見了100多種鳥 一年之內 非常的瘋狂 那個時候 嗯 然後另外 在中國非常好的 廣東的海洋資源 我用了一個暑假的時間 去海邊 陪家人出去游泳 或者是去沙灘度假的時候 我就看了五種燕毆 這個時候非常好玩的事情 因為他們同樣是在天上飛 但是他們有自己不同的顏色 赫赤燕毆它是黑色的 然後這個黑枕燕毆 它有很漂亮的眉紋 然後普通燕毆 體型很大 還有這些白鵝燕毆啊這些 那個時候 我就第一次體會到那種 自然觀察的話 鳥類是非常多樣 然後非常有趣 那個時候 經常看神奇寶貝的時候 就會體現到那種生物 就非常多彩 然後一個collection的這種樂趣在裡面 接下來我就 像老師說的那樣子 我開始變成一個lister 就會開始注重我自己的鳥種樹 然後自己 平時非常重要的在自己的 在這裡 count 自己看了多少種 多少種 然後後來發現 這其實只是一種非常極端的行為 我自己受不了 因為有的時候 在老師的研究下 一個分類 然後突然一個種 就變成兩個種 然後有的時候 一個亞種又被歸病到另外一個種 然後後來發現其實 觀鳥真正的樂趣 並不在於數了自己數多少種 而是在於 看的這些東西 就不知道為什麼 自己去海邊 然後看到那裡有鳥 我就會情不自禁的拿出望遠鏡 然後看一下 那是什麼 然後它是怎麼樣的飛翔 多麼美麗 印鵝是多麼美麗 抓獄的時候是多麼優雅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體驗 然後 因此人那個時候 還參加了 今年 就剛剛 三月份的時候 參加了香港的Big Buries 然後 第一次 跑遍了整個香港 星界那邊 去了米埔 去了 那個 Long Valley 還去了那個 沙羅洞啊 大普教那些地方 看了 那是一天 十二個小時 看了一百四十多種吧 但是我們還是算是很少 第一名的隊伍是看了一百六十多種 好像 那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體驗的活動 那這是我們在大普教的時候 這是我們的隊長 Jonathan 他是非常厲害的法國人 從小就七歲的時候就在法國看鳥 然後現在在深圳 就看了超級多 然後我們幾個人就跟著他 一起在香港到處跑 然後現在我是在中文大學那邊 做暑期的交流 然後那邊 離大普教非常近 然後那邊的校園很好 然後 我最近有空的話 也會拿著望遠鏡 在學校裡面走啊走 好 這就是我自己的 瓜鳥的經歷 那接下來 為什麼我那個時候會來米埔呢 這是個問題 因為那個時候 我是作為一個植物愛好者 然後進入了一個 飛魚志願者 是在廣州的華南植物園 做那個自然島上 那個時候 飛魚志願者會有一個培訓 然後我們才過來的米埔 那首先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團隊 做的一些分享的活動吧 其實我們這個飛魚志願者團隊 主要還是 以官鳥的宣傳為主的 但是我那個時候 其實不懂官鳥 只是喜歡植物 覺得能去華南植物園 不錯 然後我就參加了 然後這個組織也很新 我們2011年才成立 我是第二屆的飛魚志願者 進入了 然後他是由 世華洛士奇公司 資助的一個志願者 然後我們有很多的望遠鏡 可以提供我們使用 是非常好的 但是世華洛士奇的望遠鏡 是非常貴的 但是質量很好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買一下 這其實不錯的 做廣告 然後我們這個團隊 最主要的目的是 指在推廣公眾的官鳥活動 就是能夠 這麼多樣的中國鳥樂 我們能做些什麼呢 我們大學生最多的 做的就是一個推廣 推廣活動 然後我們的成員 都是廣州的在下大學生 這是我們日常 在植物園裡面的島上 每週六的上午 我們都會有定期的值班 會有人排班 然後對來的遊客有興趣的 就會跟我們 帶一個隊 然後每週六有三批人 然後會在植物園裡面 有固定路線 由我們專業的志願者 進行導賞 有時候很多外國人遊客 都對這個非常感興趣 我們的團隊其實 只有兩届到現在 三届了 然後但是 每届的人數都比較少 這是為了 到時排班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方便一點 因為人數太多的話 每個人可能機會會比較少 然後有些畢業了的話 後面有新的力量進來 我們每一年都會進行 這種招新的活動 這是我們報名的人數 有一些 這是 只是預報名 然後我們進行了第一次宣講活動 然後之後我們會再進行面試 然後宣講的時候 所有人都可以 會去 那個 進行培訓 然後 之後再進行面試的挑選 這是第三届的時候 這位是廣州的廖小東老師 他也是非常支持我們這種活動 他是廣州官鳥推廣 算是第一人 也是二零零幾年 很很早之前呢 也算是 中國那個時候 其實也沒什麼官鳥廣州 所以 我們這個活動 其實也算是一個創新來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團隊就這樣發展 從第一届 這樣子 到第二届 到第三届 我們只是不限於廣州 接下來 我們會有 招新我們的範圍 擴大到了北京跟福州 這個是北京的團隊 今年只招 剛剛新的EP上來 就第一届 他們是主要是跟北京動物園合作 這個是福州 主要跟福建的官鳥會 還有福州植物園進行合作 然後在那邊舉辦島上 都是第一届 但是我們的團隊 是約座也好 現在活動非常多 我們那個領隊 也是覺得現在壓力非常大 因為 東西太多管理不過來 有時候挺忙的 其實 有時候各地跑 去看他們的培訓會啊 或者是 參與一下他們那些 自己舉辦的活動 我們主要的運作模式 其實是這樣子的 我們針對中小學 針對大學生 針對公眾 分成了三個教育組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會 歸屬於其中的一個 然後進行裡面的項目活動 那這個是我們 跟廣州的那個天鹅中學 那些很多的中小學 他們老師也會經常舉辦 那種自然課講座 那我們就會把這種活動 以我們自己的經歷 還有我們的專業知識 去向他們中小學裡面 進行宣講 有時候會跟他們合作 然後到廣州的一些聊點 舉辦我們非常擅長的那個島傘 另外一個是高校 高校是我們那個 比較重點的一個活動 然後我也是這個項目組裡面的 後面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自己做過的那個具體的項目 這第三個是我們那個社區活動 這個現在還不是很完善 我們主要只是跟那些小區裡面 會有一些文化的一些活動 那我們就會在那裡舉辦一些展示 然後有時候會舉辦島傘 但是這個現在做的比較少 另外像剛才兩位老師們都講過了那個洞庭湖關鳥賽 其實我們也是有參加的 我們這個是一個獎勵機制 也是一個對外交流 然後擴展視野的一個機會 作為大學生很多人進入這個團隊 也才剛開始關鳥 那對於那個外面的那個交流會比較少 那我們會給很多機會 給那些項目負責人做得好的 然後一個獎勵機制 我們會去各種地方進行交流 我們也參加香港的拆群城關鳥比賽 也會有人去雲南的西方版 參加這個關鳥節的活動 還有我們也去過了洞庭湖關鳥賽 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的對外培訓活動 在這些活動中我們可以拓寬自己的視野 然後看一下真正的自己跟學界 或者是跟那些普通的平時的那些 或者像李老師這樣的拍鳥人 或者是Lister很多這種人進行交流 然後看一下對於關鳥我們還能做什麼 這個是我們到那個深圳 與深圳關鳥會 這是那個徐蒙他們的前會長 跟我們進行交流 介紹一下他們的推廣的經驗 還有我們參加了那個拆群城的比賽 這個就是洞庭湖比賽 跟橘树老師 他像我們內地的很出名的鳥人 他會向我們介紹很多關鳥的技巧 還有一些他們關鳥會 在地方的分享的一些景點 好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到米埔 我們這是定期的進行那個志願者培訓活動 我們會與這邊合作 然後過來這邊每一屆都會 剛進來的時候都會過來這邊進行那個培訓 香港關鳥會議還有WWF這邊 在這裡做的是非常好的 然後我們過來這邊取經來的 就是通過進行米埔自己進行關鳥 就是外面的浮橋 然後跟他們那邊的那個導賞人員進行交流 然後學習一下香港這邊在推廣活動 就是公眾推廣不管是中小學 不管是公眾這些還有高校 他們是怎麼做的 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這個活動大學生的職責 我們既是他們的參與者 然後高校的學生那個項目 又是我們重點項目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其實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也是上大學才開始關鳥的 那對於我來說 這關鳥其實是一個非常新的事情 那我們還像一個年輕人一樣 其實我學東西還是很快的 我可以很快的掌握個人鳥的各種資料 然後向大家介紹 然後我也有職責 我需要對社會負責 然後我需要向公眾推廣一些保護的知識 特別是在中國內地 很多人都不懂關鳥 很多人都是把鳥當成食物 所以這些東西我們是需要很好的經營宣傳的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也非常的多 特別是在廣州的高校裡面 那接下來我就向大家介紹一下自己 在中山大學做的那個項目 我們的團隊叫做中大意境 這是他們logo 然後這是我自己 還有幾個飛躍的志願者 在中山大學成立的一個 算是關鳥推廣的一個組織 然後我們主要就是利用學校資源 然後對我們學校的人進行推廣 雖然我們沒辦法做得很大 但只是初步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為我們團隊之後 提供一些更多的那個經驗 我們主要的活動其實很簡單 就主要像這樣子 在學校裡面進行擺台宣傳 但其實效果是非常好的 只是一個小小的帳篷 但是會吸引很多人 因為那些鳥兒實在太漂亮了 而且有那些知識 其實大家都很想去了解 只是沒這個機會 然後我們也有很好玩的望遠鏡 其實很多小孩子 對這個都是很感興趣的 當你拿起望遠鏡進行關鳥的時候 你真的會喜歡它的 另外這是我們最擅長的島賞 這是我們從別的地方學的經驗 也是我們的主流 就是我們平時在植物園也做這些 我們不管是去公眾 不管是去中小學 這些都是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讓大家真正通過望遠鏡去關鳥 通過我們的指導去欣賞他們的美 不管是在學校裡面 還是在廣州的鳥點 大家最後才會感叹 原來學校裡面 原來我們的市區 真的還會有這麼漂亮的鳥 還有這麼多種的鳥 那些是白鹿 還是八哥 那些他們大家都很想知道 另外這是我們 通過我們這個活動之後 在非與知人者團隊裡面 進行的一個 最近才開始的一個比較大的活動 我們希望把這個高校的推廣做大 讓更多的大學生了解官鳥 了解中國的鳥類 那我們就在全廣州的高校 進行了一個聯合推廣 每一個學校都會有負責人 然後我們有一個輪迴的一個負責機制 然後不定期的在各個學校 聯繫他們的環保社團等等 舉辦活動 然後希望能夠這樣子 一年一年做下去 然後讓更多的廣州的高校 然後以至於發散到各個地方 像北京啊福州 他們也可以借鑒的一個經驗 另外有時候 我們也會去中大的附屬幼兒人 進行科普的宣講 小朋友們 幼稚園的小朋友 他們也會喜歡 但是不同的人 我們會有 不同的那個講解方式 這是我們去外面取經之後 得來的經驗 那些技巧 那些應該怎麼講解 我們都是培訓過的 Yes And then 有時候我們會舉辦一些講座 就是那個環球野鳥協會的Jerry 他分享自己的一些經歷 像我們現在這樣子 像李老師一樣 他也是去過很多地方拍鳥 把美麗的照片展示給大家看 這是一個最簡單 然後又是最colorful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宣傳的方式 OK 講座 然後還有這個The Big Year 也是這個非常著名的電影 我們也會在學校裡 舉辦這個電影講座 然後做一些活動 然後大家看一下 我們最重要的是 主要是在護鳥的時候 大家知道林角校 是中山大學非常出名的 一個鳥類 我們希望把它當成一個校鳥 因為實在很多 整個校園裡面 我估計有十幾隻 然後繁殖季前那一年 它就是一個非常顯眼 圖書館旁邊的樹上 就有這樣子的BB出現了 然後聽說有人 那個晚上 他用探照燈 或者是什麼東西的 去干擾他 那時候 他掉到下面的時候 或者是他掛在樹上的時候 很容易受到干擾 那我們那個時候 要採取一些活動 這是我們做的 我們會 跟學校的學生會 設立一個倡議書 還有設宣傳牌 以及這些告示牌警線 很多人來拍鳥 但是我們要限制他們的行為 其實有的時候 他們並不是不知道 只是需要有人去引導 需要有人去告訴他們 這樣子不行 因為 這是對鳥類的一個干擾 或者是對一個 官鳥的時候 也是要採取一些 文明的行為方式的這樣 那另外我們的宣傳平台 就是 就是我們做了很多東西 折頁 圖鑑 這個我非常可以理解 我們這個是做的 學校的一個圖鑑 那我們現在這本書 就是一個中國的圖鑑 那我可以理解 我們製作團隊 幾位老師們 他們都非常辛苦 因為我們不僅是要 找很多的照片 還要找文字編輯 有時候還要採取 找很多專業的那個意見 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 這是我們的第一版 那我們現在 我後續的那些 師弟師妹們 他們也會繼續我們的工作 把這個更新 然後找到更好的照片 就像我們現在的中國圖鑑一樣 一本一本的更新 然後做到更好 然後我們還做一些 手機版的那個應用 我希望我們這本鳥書 有時候也可以做一下電子版 有時候在推廣方面 也可以做得非常好 那我們的微博 微信 微chat那些 我們主要的做這個活動呢 主要就是像我們中山大學圖制裡面做一樣 把校園鳥類做為一個那個 叫做情節的東西 並不是說我們中山大學真的是一個非常 對鳥類非常重要的一個氣息點 但是我們這樣美好環境的校園 然後有這麼多的鳥類 這麼多人觀鳥 那會成為一種 成為一種文化 校園文化 我們希望把這個宣傳下去 可以瀟灑街道 亦可失憶齊居 這就是 官鳥能夠在我們大學生 校園裡面做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通過以上的這些 通過官鳥 愛鳥 護鳥 我們做我們美麗的中大 那也希望推廣 推廣到我們美麗的中國 把這些官鳥的這些事情 還有 以及我們所做的非常小的這些事情 希望能夠一步步的推廣 做我們大學生力所能及的事情 把這個官鳥的文化 進行這樣子的宣傳吧 好的 我的講座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這個 剛才我們演講嘉賓裡 最年輕的黃同學 做了一下他精彩的演講 那我也觀察到 我們聽眾裡頭 也有一個年齡最小的聽眾 我們把這個提問權給他好不好 來 我們 小朋友有什麼問題嗎 提了問題有獎品 我叫葉生成 九歲 關過 看爸爸 我跟爸爸 爸爸這麼胖 你這麼瘋 你一樣 都為爸爸吃了 我想 這 鳥 給大家再給個問題 想一想 你關鳥 可能有什麼問題 問題 你最近看的 最近看的什麼鳥啊 你最近看到的鳥是什麼鳥 最新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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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紅米黑 北紅委區 北紅委區 喔 北紅委區是在哪兒看的 在哪兒看的 香港公園 香港公園 在哪兒看的 什麼季節 看的 什麼季節 在哪兒看的 冬季的 冬季的 冬季了 那你現在總共看了多少種鳥啊 有沒有去過別的地方看過鳥 我看過了 一把中的鳥 我看過了一把中的鳥 哇 我跟你一樣大的時候 我都 我都不知道什麼是關鳥 你還有什麼問題想問我嗎 剛才看了一些可愛的小鳥 沒有 好 那把畫筒交給老師吧 看一下其他人有沒有什麼 謝謝你 謝謝 這樣這個我們抓緊點時間 下面有請我們最後一位演講者 曲立銘先生做他的演講題目 他介紹一下我們中國鳥類圖鑑 大版的到這個便寫版的整個出版機的過程 我來這個崔社長一直介紹我是鳥人 其實呢 他是在不懂關鳥的情況下 介紹我鳥人的話 我還是蠻高興的 但是在鳥人面前呢 介紹我鳥人呢 可能我還是真的不懂鳥 為什麼呢 我只能在鳥林裡面聽聽鳥叫 我要求我們的編輯啊 不要去在鳥林裡面去叫 因為你不懂鳥 為什麼這個鳥太深奧了 我在編這個書的時候 我才發現這個鳥 不是說你想能做就能做得好的 為了做這一套書 我們從08年開始 08年開始 這個套鳥書花了五年的時間 因為我喜歡搞攝影 我也是個出版人 所以說我要在鳥人面前 我說我是個出版人 我不能說我是鳥人 但是跟崔社長在一起呢 我說我是鳥人 反正他也不懂 我比他強 所以我就再介紹一下 我不想談鳥 我就想談談這些書的一些過程 簡單的過程 我是覺得這個中國鳥類圖鑑呢 能夠把它編成 從08年開始 我為了編這個鳥 我就開始拍鳥 因為你如果是你自己都不能夠攤鳥的話 你不懂得鳥 你連鳥 鳥聲 鳥語都不會說 你可能編不下去 當編完以後 發現這個 越深越深 就是你越做 越發現這個鳥啊 這個這個 踩了個爛泥坑裡面去了 你也出不來了 很困難 非常的困難 難在哪裡呢 它有很多的因素在這個裡面 因為我們說的這個鳥類的是跟這個科學家 跟他們這些專家在一起打交道 但是專家們他們有一個特點 它是很嚴謹的 我們出版人呢 去編這個書呢 就是說從文字上 從別的地方不能出插座 可惜 但是你要碰到這些專業上的人在一起 你很麻煩 他們是非常嚴謹 而且為了一個事情拖你的時間 可能面臨了很多困難 我們說總結了三天 第一個 資金困難 第二個 理解難 第三個 標準難 要編這套書 但是我們花了五年時間完成了 終於呢 已經是把這件事情呢 做成了 那起碼說 從目前來說反映 還是可以 還能過得去 就是說 我們總做了一件這個事 但是呢 做中國鳥類 做生態的這個書呢 它是一個 國家的綜合實力的一個體現 是一個文明的標誌 我們大陸 中國大陸做這種生態的書很少 香港 台灣是鋪很多 可我們遲遲沒有開動這個東西 是跟實力有關係 但是我們現在中國大陸 現在經濟實力都很強了 慢慢回過頭來 一定要把這個生態的這個書啊 這一塊呢 要做下去 我是認為 從出版的角度考慮 就是 生態的書 是我們中國出版業 帶開發的一個金礦 是我們要 始終要跟到這個中國的這個經濟 是同步的 當我們國家開發到一定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考慮到 我們的生態 我們現在不是在大陸 沒有什麼吃不飽 其實也吃得飽 也吃得暖 也穿得暖 最後就是一個什麼東西 就是你自己考慮的生存環境 你要吃得科學 要吃得更 更環保 那要怎麼辦呢 就是愛護環境 愛護環境的標誌在哪裡呢 其實 就是動物 植物 當鳥類活得好的話 你人類肯定活得好 當這片土地不行了 沒有鳥的時候 你這片土地肯定不好 但如果是不好的情況下 你肯定影響到人類 所以我們人的一輩子兩件事是最重要 空氣 水 這兩樣東西破壞了 就非常的糟糕 所以我們想極力在生態這塊保護 我們有一些很多的小學 已經開始了 上生態課 開始官鳥 其實官鳥是一種行為 更多的是 對大家是一個愛好環境 愛護環境 這個體現得非常的重要 我覺得 在這件事情上 我們呢 編這套書以後 對我的感受很深 我們現在看到香港的這麼多朋友 這麼多官鳥的 各方方面面的 它的人員 香港是 我是知道五十年代開始 可能有這個官鳥 我們台灣大概是七十年代 它就是官鳥協會 那我們大陸成立官鳥協會 可能也就是 也就是二零零年這個樣子吧 就是廈門那個開始吧 我們現在的大陸的官鳥組織 大概是四十個左右 但是官鳥會呢 人員好像不多 註冊的大概就是六七千 我那天問了鍾佳老師 但是它影響了一批人 它影響了大概十幾萬 大概這個數字 我們現在拍鳥的 比官鳥的還多 但是像這個現象有一點奇怪 我們在大陸有很多是突發的 這個爆炸式的這個拍鳥的人 非常的多 但是能拍得起鳥的人 和你們這個 和香港和香港地區 和台灣地區有一點不一樣 大部分都是先觀鳥 有些是去拍鳥 這大陸的現象 好像觀鳥的少 拍鳥的多 但是我始終認為 觀鳥的是非常好的一個 修心的一個過程 觀鳥的人的心態非常好 我跟所有的觀鳥的人打交道 我就覺得很愉快 拍鳥的在這方面會差一點 所以我在見 一個是索取 一個是付出 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你們朋友 有沒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們在這套書上編輯 花了這麼長時間編完以後 我們這套書的定位 是先把它做成一個好東西 我從出版的角度上 把它做成一個最好的東西 可惜它不適合 以專家研究的東西 還是個普及型的 那更多的是用什麼用呢 其實還是有很多剛剛入門的人 去看那個鳥很漂亮 從這唯美的角度上編得更多一點 這個大本的 然後還有一些剛剛入門的人 可能編得多一點 所以我們把大部分的時間花在這 但是這個不普及 那我們就馬上做了一個便寫版 這個是從去年的十月份開始 我們開了一次會 然後決定要適合於這個觀鳥的人 就是初學者用 但這本書呢 就把這個三本的大本的 融合在這一本上 今天呢 是昨天剛帶過來 因為剛剛出來 我們今天呢 其實有一個講座 大概就是一個首發式 今天是全國的 這個這本便寫版 首發 從今天開始 我們原來訂的時候 在預訂的時候 大概已經是好幾百本已經訂出去了 大家還沒看到 就很期待這套書 我們這裡面呢 收集了大概是一千四百二十種鳥 一千四百二十種鳥 我們的觀鳥 紀錄大概就是一千三 一千四百三十五 但我們這個就是 這個量子很大了 比這個大本的大概已經多出了 大概兩百多種 所以我們帶這個裡面 有個便寫的是什麼 在編輯上下了很多的工夫去考慮它 前面的像把它這個分開啊 跟後面的文字啊 採取了兩個不同的版本 因為你圖片 你必須要考慮一個圖片清洗 後面呢是用清型字 清型字呢它會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閱讀的時候呢 閱讀的時候它不反光 清型字有個這麼好處 第二個呢它清 所以這本書呢大概是一斤七兩 我不知道用香港是怎麼一斤七兩 就是比我們原來那個野鳥的那個圖鑑的那個 還要清了三兩 清是很重要的 第二價格要便宜 要下來 就是不能太貴 要適合於大眾化 大家都買得起 所以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編輯上是 那成功不成功 從今天開始 我們是第一次拿出來 最後在全國的市場去推廣 我們希望它能夠真正能達到 給我們這些鳥人的一個 服務的一個過程 因為我們前期的這些投資啊 這種投資不是在印刷上 因為很多的這個費用 是我們你們都想像不到的東西 這一泡大叔大概投資了 將近180萬左右 就變這麼大 所以這個費用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書記上 盡可能減輕 減輕這個圖書的成本 所以我們今天帶過來以後 大家可以看看 也可以提提意見 希望我們在下一步的修訂 或說這個在改版的時候呢 能夠在下面再進行 好 剩下一點時間留給大家看看 還有什麼要問的 好 我們取乎這樣介紹非常簡單 在座的對於這套書的出版有什麼問題嗎 好 有沒有問題 有嗎 好 請 非常感謝你們 非常感謝你們 主管這個高指數的 數值的數 我看了這個是非常有參考的價值 下一步你們有沒有考慮過 把這個缺乏的錄音也組織一下 比如說我們單看這個圖片 沒有聽到聲音 沒有聽到聲音 這是一種什麼遺憾吧 大概是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關聯的時候 只是聽到聲音 沒有看到缺乳 可能 如果你們有計劃 我們一定訂購 好 謝謝 我們這個計劃呢 來 這個計劃呢其實已經在做 我們在做第一步就是想到後面這一步 我們現在在跟台灣合作做一個數據庫 數據庫把它變成一個數據庫的這種能夠下載 能夠跟大學啊跟學校能夠聯網的這個東西 那台灣人對我們這套數他也很欣賞 說我們是英國的 能夠做的英國的迪克公司 迪克公司就專門做生態的嘛 那我們想這一步呢就是說 跟劉洋啊跟他們 我們這個團隊呢 始終呢就是一步步的推廣下去 不光是在這個高檔到低檔 到以後變成聲音啊 到也可能每一種鳥啊 它都可能錄成一段 比如說麻雀十分鐘 這十分鐘有聲音有形態有動的 就是一個種類一個種類都有可能 因為現在的科技發展很快了 過去在08年以前我們想做鳥書 一點可能都沒有 為什麼呢因為它拍攝很困難 現在因為有了數碼鏡頭以後呢 大家都去拍就能夠拍得到 也很有录像 有很多為這個鳥類事業去做貢獻的 而且犧牲的 而且奉獻的 大部分人在這個地方 我們為什麼能做的成績 就是因為大家的知識 我們收集一張鳥片 才五十塊錢到一百塊錢 那現在達到兩百塊錢 你知道它拍一張鳥 有的時候花了幾萬塊錢 是吧 我有一次跟個朋友要一張片子 我說我們就是五十塊錢 可不可以簽個合同 他一笑了 他說我花了六千塊錢 才拍的這張鳥 所以我們大部分人都是 都是很多人來共同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是很不容易 我希望下次能夠看到這個 有鳥叫的 我們也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 謝謝你 好這個時間已經到了 這個非常快 今天的這個演講活動非常成功 謝謝來參加這個活動的 香港的各位聽眾 也謝謝我們四位專家 好演講會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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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麻布 参加了 請大家